上期我们说到 乌宁昆的学生偷偷在作业本里 夹带着纸条 感谢有那么大的幸运 碰到了这么一个好老师 而且学生也开始到处宣扬 结果弄得其他班级的学生 青年教师 甚至合肥师范学院的青年老师 都跑过来旁听 有时候来晚的人 不敢进到教室里面打扰别人 甚至就站在过道 从那个敞开着的窗户那儿来听课 妻子李依凯就不停地提醒乌宁昆 树大招风啊 树大招风啊 其实乌宁昆自己也发现 自己进退为谷了 一方面他确实得想着 雇主的期望 毕竟人家给了你这个宝贵的饭碗了 当然人家只是觉得呢 你是肯定是一个称职的英语老师罢了 不过啊 另外一方面他真的要躲开同行间的妒忌 尤其是政治问题到处都是激流险摊 其实按说啊 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是最符合他目前的需要的 可是啊 一想到自己啊 要停止用语言作为人文学科去讲课 也就是说说人话吧 那他怎么对得起那些如饥似渴的深深学子呢 那对人家你不是就是胡说八道吗 那你还教什么呀 没什么用处了呀 所以他一想得了吧 我也甭管了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认知认识 我去行事 当然肯定是心里边也知道 如履薄冰 他教的另外一门课啊 是教四年级的写作课 每周呢 得要批改二十多篇学生的英文作文 家里边啊 那小屋子只有一张是从学校里边租来的一个小书桌 而儿子这时候已经上小学了 每晚呢 也要做家庭作业 所以他只能等小丁丁九点钟上床了以后 他才能够轮到他去能用那个小书桌 等坐下来开始批作业啊 眼睛已经开始睁不开了 为了提神啊 他就开始抽烟了 当然肯定是抽的那种最便宜的啊 九分钱一包的那个大铁桥 香烟 他认识的什么杨教授啊 茂教授啊 因为人家工资高嘛 肯定是比他抽的要贵出五六倍了 有一天晚上啊 妻子和孩子都熟睡了 结果呢 他不是太专注了吗 这烟啊 不是点着了 一下 一不小心的烟头 从他那个指尖就掉到 铺在他脚下 有一块是这个妻子从老家 就是他天津妈妈家带来的一小块地毯 得 这地毯烧着了 他都没觉察到 而是妻子被那个冒出的烟给呛醒了 一咕噜跳下床 一看 乌宁坤已经困的啊 已经就是拿着烟的姿势就这么睡着了 就把乌宁坤给推醒了 把刚烧起来的火给踩灭了 妻子马上就说 以后不许再开夜车了 而且啊 马上你现在给我去上床睡觉 尽管工作特别辛苦啊 有时候在学生的作业中 看到学生们的某些新鲜的想法啊 说法啊 真的让他心情无比愉快 就跟他自己突然被打开了一双窗户似的 因为通过这些年轻的心灵 让他也感到耳目一新 这也是很多人啊 愿意当老师的原因 也是在美国啊 有很多的教授 宁愿去教那个 就是普通学生 而不去教研究生的原因 就是这些人 孩子反而敢说话 有表达有想法 反而你到了研究生那个时候啊 你已经被很多东西给估住了 或者说正好你考的这个老师啊 你肯定就是喜欢他的这个 知识结构和框架的 那你已经在这个框框里了 因为你是想在这个框架里边 有更深入的研究嘛 那很多研究生反而不如那些普通的大学生 有见解 62年9月啊 他开始任教以后啊 这时候呢 外与序领导派了一个 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一个英语老师 小冯 专门呢 专门呢 安排他到乌宁昆这儿来进修了 当然也是说监督他的思想改造啊 那时候有很多的功能力学员是可以要求 我要进修的 你只要提出来 单位都支持了 估计这小冯就是主动要求的 在乌宁昆的指导下 他这个小冯开始读各种的英文文学作品啊 完了教读书的体会啊 另外呢 乌宁昆也必须回报他 就是每两周 写一份思想汇报 当然就是说哎呀 不断进步了 总执法 就是但是你能发现啊 这种所有迹象表明 可能离摘帽子不远 就是有人来帮你来了 你知道吗 愿意帮你 就是要往那摘帽子那儿 卖了一小步 这小冯啊 是一个复原军人 共产党员 但是啊天性特别的谦和 永远的笑容可居 平时啊 一看那乌宁昆的思想汇报以后啊 总是打的就是 就是 走一下程序似的啊 说几句鼓励的话 若是正好赶上啊 这个突然一下啊 要求必须思想阶级斗争的弦 要绑得紧紧的 他就得 把这个笑脸啊 绑着 完了说两句 思想改造抓得不紧啊 但是啊 只要是到他的屋子里来 听他的课 或者听他的辅导 永远的千功有礼 而且跟孩子们啊 也是有说也说有笑 所以你知道啊 这人 你的修养在这儿 你的学识在这儿啊 还是能服人的 人家不得不佩服你 对不对 尤其如果说这个人是好学的 当然你像那个 忌妒的啊 那就是自己我也不学 我也得踩死你的那种 那就 我认为那种是占大多数 踩着你的 我也不学 你也没想好 每到寒暑假 他小冯要回南京啊 或者回上海啊 两边因为都有家嘛 肯定妻子啊 什么的 他探亲 只要回校 从来不忘了 给乌宁坤的孩子们 带点巧克力啊 奶油太肥糖啊 真的那时候都是高级的了 一包好贵好贵 这些奢侈品啊 其实连他们自己 都难得吃到的 所以乌宁坤有时候 经常纳闷啊 就这长达两年 他们俩就这种啊 特别微妙的 双向的交流里啊 他是怎么这个 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角色里边 转换呢 什么感受啊 又得绑着脸训你 你又是 那个人又是你的导师 就那种的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乌宁坤摘帽 摘帽子那天啊 他就不再扮演 那个政治告诫神父的 那个角色了 大概啊 自己真的是如是重负吧 六四年七月四日 真的是三周年 也就是乌宁坤保外就医 回家的三周年 整整三年 外戏的那个大学 不是有个七 那个七层的主楼吗 这一阶机的那个阶梯教室啊 正好举行一次全体教职员大会 完了一个人事处的干部啊 在回顾了乌宁坤的所有的右派罪行以后啊 然后宣读 教党委的决定 给乌宁坤摘掉其右分子的帽子 解除劳动教养 其实按照事前肯定会给你通知的嘛 因为要让你做准备 你得感激啊 你得做这个 这个什么来着 思想汇报啊 总结啊 什么的啊 所以乌宁坤呢 也在这个会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当然是再次承认自己 有右派罪行 感谢党给我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 反正是哭得稀里哗大 真的是气不成声 你想啊 七年啊 积累的那个苦水啊 那真是就是 那个防洪闸 打开了 完了 绝了滴了 然后就有好多的同事啊 就上来啊 跟乌宁坤握手啊 祝贺他回到人民的队伍当中啊 系主任 李主任 也答应了 说很快啊 就给你转正 那就是 转正嘛 那工资就肯定是要大幅度提高了啊 因为他毕竟级别高啊 同一天晚上 还没来得及 重新当上人民这庆贺呢 李怡凯就接到了家里 发来的急电了 母病危速归 妻子第二天 一大早就匆匆的上路了 六号 等于七月六号 到的天津 才知道啊 妈妈得肝癌了 发现了已经是晚期了 而且啊 手术了以后 也是没有效果 危在旦夕 而老人家啊 一直在病床上 还惦记着这个大女 这个那个那个老女婿呢 哎呀 这闺女啊 什么的啊 李怡凯赶紧把这个摘帽的好消息 跟老人家听了 这大爷盖子 也是老人家 这七年来 一直盼望的 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 这个娘啊 妻子又天职家业啊 说 哦呦 那个教授职位也恢复了 其实怎么还没有呢啊 什么原先的工资待遇也都提高了啊 哎 总之吧 就是想安慰一下垂危的老母亲 给一些安慰的好消息吧 毕竟啊 吴宁坤也记得呀 老人家真的给这个孩子啊 给这个女儿啊 这女婿啊 包括孙子孙女那么多的爱啊 更没说理解了 一想啊 三年前老太太 专门去探监 哎 还有呢 李依凯 三次去探监 都是老人家不停的说 让他耐心忍了 好人都受难呢 其实这句话啊 真的是照亮吴宁坤 那段黑暗的时光 老人家没扛几天 七月八号就实施 正好还是 吴宁坤他们两口子结婚八周年的纪念日 吴宁坤可清清楚楚记得呀 当年啊是怎么着结婚的时候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顿午饭 就算是婚宁坤了 老太太啊 一辈子了生活简朴 受苦受难 你想啊 早早老公就去世了 养着一大堆孩子 可是啊 真的是 从她自己所受的苦难中 她突然 她自己找到了一种 爱人的力量 尽力的去帮助那些 受尽了侮辱 受尽了损害的灵魂 应该说她自己 也无愧于她自己的受难 我觉得啊 能够坚持这么久啊 老人家跟她的信教也有关系 真的 这绝对的 所以人有时候啊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宗教信仰 或者是灵修啊 还是很重要的 八月初 妻子奔丧回来了 这时候呢 副主任 那个姚老师 就约她会谈 通知说 系领导啊 决定了 新学年一开啊 你也可以正式去 去教公共英语去了 你爱人已经摘了 右派帽子了嘛 也不能老这么打压着你 太大财小用了 而至于 吴宁昆本人 恢复公职这一事啊 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了年底 李主任啊 人事处啊 也都是到处在交涉啊 也到处在奔波 也是帮着找 呃 党总之 也是外语系的 党组织啊 有一个委员 后来说呢 那只能这么着吧 就临时封这个工资啊 待遇呢 我先给你啊 加十块钱 完了就解释说啊 因为这国家经济 现在太困难了 那这个呢 也是党组织啊 我们一点点心意吧 当然也是为了肯定呢 说你吴宁昆在思想改造啊 和这个教学工作中 真的是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 事前其实吴宁昆是 早就听说了 呃 人事处啊 那个处长啊 当时是坚决不给 他们的那个 什么来着 就是好的待遇的 就是系里边申请啊 跟人事处调解啊 这人事处的就不同意 说这人啊 如果说被开除过 那就算是永远被开除了 怎么可能 还有说恢复一说啊 凡事啊 就是跟这个加薪啊 就没关系了 不过这十块钱啊 总算是 能多吃点鸡蛋 反正啊 起码呀 吴宁昆现在可以直面 自己的新的政治生命了 从头做起来就是那意思 是吧 你那级别以前的那个 不算数了 帽子是摘了 但是 其实 你还是个右派 这也是后来啊 他好多年都没法逃避的一个政治现实 当然那个时候啊 开始摘帽啊 是为了这个经济确实不行了嘛 你知道吗 饿死那么多人 那肯定反对声音啊 各方面都有意见啊 也是为了缓和一下 这个阶级矛盾 但是呢 阶级斗争的这根弦 虽然只是松了一点啊 让你的日子好过了一点 我一说到这儿啊 我就想到 我们中国人呢 那个任性真的特别大 每次大难啊 人口急剧缩小 甚至能缩到过去的百分之二十二十五了 给一点阳光就灿烂 继续生 完了 继续的忍辱负重的这个爱在 反正就是让你 这个也不反省 我为什么被死啊 我为什么最后活得这么生灵涂炭呢 不想 一点不想 完了就开始感恩戴德 温宁坤的时候不是教四年级那贩毒课吗 他呢就从这个格里福游记里啊 自己冒昧的就选了一些 其实是能够折述出当今这个社会的篇章的 他拿他做专门的教材 贩毒贩毒嘛 当时他摘帽了以后啊 他还被分配到有一门是四年级的叫听能课 教材呢 除了北京电视台对外广播的那些英语节目以外啊 他就是从 外边那个电台 英语节目里边选出一些片段 那当然这个外台就是指美国之音啦 英国广播公司啦 日本广播公司啊 这些这些 哇 学什么爱听啊 或许啊 他们真的是生平第一次听到那么训练有素的一个中国人讲英语 也或许啊 他们注意到了 就是那些人 就是西方的那些人的报道方式 跟北京电视台的电台的有差异 你懂吗 一般啊 那个时候是你想啊 你那个一般的公民怎么可能偷听敌台呀 那你肯定这都得判刑啊 起码吧 你得受处分吧 但是啊 安徽大学那时候是跟公安局专门去申请了一个特批 就是允许吴宁坤为了教学的工作需要 你必须得听这个敌台 因为要收取录音嘛 所以啊 在这个合肥 大概就只有这么一个人民的敌人 一个大右派 可以悍然的偷听敌台 而且是那种颠覆性的宣传内容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我好 我好 感谢观看